一日,床上的人难受地捂着自己的头,好难受,说着凤酒艰难地睁开眼睛,坐起身子下了床,晕晕乎乎地朝着狐狸洞外走去,手不停地揉着脑袋,希望有所缓解。 小殿下,你醒了呀! 匆忙赶进来的米谷腾出一手扶着他坐了下来,把一碗解酒汤放在他面前小殿下,这是姑姑让我拿来给你的,你快喝了吧! 因为实在难受得厉害,凤酒神情奄奄地端起借酒汤现在是什么时辰了? 好难喝,凤酒将嘴里最后一口咽下去忍不住吐槽。 现在已经是响武了,小殿下可是饿了? 米谷以为凤酒是饿了,就要出去给他准备吃的。 听到已经是这个时候了,凤酒匆匆放下手里的碗,随手擦了擦嘴角起身就往外走去不用了米谷。 我还有事,你记得告诉我爹爹一声,我回北渊了,过段时间再回来看他老人家呀。 哀小殿下! 米谷抬起的手默默放下。 北渊一长意,你看这样,你觉得如何? 长意? 长意你有在听我说话吗? 空明伸出手在长意眼前晃动几下。 你说什么? 抱歉,刚刚我走神了。 长意失焦的目光缓缓俱拢,抱歉地看着空明,已经这个时候了,云和居然还没有回来,不行他要去青秋将人接回来。 空明一拍额头,感情自己侧刚说了半天,都是白说了行了,都听不进去,我晚点再过来找你。 好,麻烦了。 长意款就地看着他,空明拍拍他的肩膀,示意他没事的。 等到空明离开,长意看见这一书桌的书,长舒一口气,站起身来,走到门前的走廊处,默默地凝望着青秋的方向。 嘖嘖嘖,这娇人此刻的模样,像急了那什么? 对了,身归怨妇。 本来是过来,寻空明的落落,躲在树后煞有介事地,对着身旁的空明分析着长意的状况。 空明一把捂住他的嘴,单手抱着他离开你胡说什么呢你,快跟我走。 嗯嗯嗯。 落落在他怀里剧烈挣扎着,只要空明现在放开手,就会听见一大串问候的话语。 怨,怨妇。 长意当然听见了落落的话,迟疑地摸了摸自己的脸蛋,自己的表现很明显吗? 正当他纠结时,远处的雪山上空出现异动。 大片的乌云凝聚在雪山上方,长意眉头一皱,立即赶往那边。 只见雪山附近的温泉全部沸腾起来,不一会而剧烈的高温将池子里的水全部蒸发。 烟雾逐渐变成黑色,还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,让人难以忍受。 地面骤然开出裂缝,鲜红灼木地熔岩翻腾而过。 长意正想探查原因,可就在此时山体开始剧烈地摇晃,不断有巨石从山顶滚落。 长意伸手都将其击碎,山下便是居锁,这巨石要是落下去后果不堪设想。 山顶初突然发出一声巨响,只见那滚烫的熔岩喷涌而出。 长意立即施法,竖起一道巨大的冰墙想要阻挡,可天灾哪是这么容易就被平息的。 很快熔岩就将冰墙融化,水蒸汽不断上升。 看着眼前鲜红异常的熔岩,不禁想到从前在海底时听到雷火,岛上唯有一座通天之山。 山口常年涌出炙热岩浆,岩浆燕红,盛似鲜血,传闻雷火熔岩乃因地狱夜火而成,可卓世间万物。 想到此处,长意腾空而起,出现在火山的上方,接触一个巨大的法阵重新设立了一道屏障。 你疯了吗?竟想以一己之力来阻挡这天灾? 你这样耗费灵力是会遭到反噬的。 赶来的空明看他,这不要命的做法狂怒道。 灵力的消耗巨大,长意的面色变得苍白起来,可丝毫没有要退缩的意思你先去让大家撤出北境。 快去! 长意不容置疑地对他吼道,空明拳头死死地握住,他知道除非长意自己愿意,否则谁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,拳头无力地在空中挥动了一下,无奈地离开。 看着空明离开,长意将目光移开,教人善欲水之术。 长意利用雪山之上的雪将其化水为自己所用,这样的灵力消耗任谁也受不住。 体内血气翻涌,长意死死咬住嘴唇,只希望能争取更多时间。 看着指尖的寒冰逐渐往上蔓延,闭上了双眸,云河的一脸一笑,出现在脑海之中,嘴角勾起一抹糊度,他的云河呀,可他还没来得及取他,还没来得及给他一个交代啊。 长意 凤九的声音出现在耳边,长意猛地睁开眼睛就看见心爱之人,满脸泪光地望着自己,身后跟着许多其他的擅长水系法术的先有。 凤九来到长意身后将自身的灵力送入他的身体,其他人也纷纷同长意一起筑起冰墙,可就算如此也是徒劳,山河之力谁又阻挡得了。 正在众人绝望之际,凤九回望凌霜台,看见了那被冰封的湖面,灵光一闪,长意。 快! 快让大家一起这容颜引入那湖中。 大家都听到了凤九的声音,看了看他后,不由地将目光俱损,守不可查地微颤众人听令,同我一起将这容颜引入湖中。 是! 一众先有的声音响彻北渊的上空。 冰墙顺着凌霜台,以北,蔓延到湖中,因为有太多水雾,北渊上方聚集了大片的乌云,不知过了多久,湖面终于平静下来,取而代之的黑色坚硬的火山岩。 扑长意,终于坚持不住,一口鲜血喷出后失去了意识,身体急速下坠,凤九飞身过去,急忙将人接住长意。 长意,你快醒醒!凤九死死地咬住自己的下唇,将人紧紧地抱在怀中朝着住所奔去。 空明和其他人紧随其后,凤九小心翼翼地把人放在床上,空明上前叹了脉,眉头紧锁。 果然那样的消耗,几乎将长意整个人掏空,再这样下去,他的灵脉怕是会冰封住。 长意他怎么样? 凤九急切地问道。 很糟糕,再这样下去,长意会被冰封,就如同你从前那般。 凤九神色空洞,亮呛着走到床前,握着长意的手,不断输送着灵力。 他还有旧,不过还需一味草药,但此草药极为难寻,常有凶兽看守。 林浩清的声音从屋外传来。 可还未等他说完,凤九坚定地说道,我去,就算是天涯海角我也要去寻。 林吴清似乎早已预料到他的回答,掏出一瓶药这瓶药最多可以维持,四日让他不被冰封,所以,时间紧迫。 至于那位草药名叫鱼尾草,据说,有人曾在黛宇见过。 谢谢你兄长,我同你一起去。 林浩清,雪三月,落落几人一口同声道。 不,我去就好,你们替我好好照顾长意,拜托了。 说完,凤九也不再给他们反驳的机会,在长意唇上落下一吻,低语长意,等我回来。 随后便支身前往黛宇,此去黛宇路途凶险,他不能因自己害朋友丧命。 交换RIS